紧接着G20罗马峰会后 全球120多位领袖 聚集英国苏德兰德拉斯哥 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以落实到2030年 全球均温增加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 此前的G20峰会 并没有就实现该目标 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备受外界批评 迫于压力 气候峰会主办方和东道主纷纷放狠话 誓言要在本次会议中达成一致 拿出具体措施 11月1日 拜登政府承诺 美国到2030年 将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超过10亿吨 所以就要对清洁能源进行历史性投资 以实现经济体系的转型目标 从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 转变为可再生能源经济 拜登表示 美国将在未来七天内 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举措 而在拜登此次赴欧洲访问前 美国国会推出的 1.75万亿美元支出法案中 就包括了555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 当天印度总理莫迪也承诺 到207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 不过对于印度煤炭储量最大的邦 贾坦德邦 实现停止燃烧煤炭的目标 就意味着断了那里人的生计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桑迪普表示 印度有近400万人的生活 直接或间接与煤炭有关 印度面临的这个问题 其实对各国而言都存在 如何解决依靠传统能源生活的庞大人群的生计问题 其实也是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中的关键问题 毕竟应对气候变化是为了人的生存和生活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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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